来例行 做一些对于他们有益处的 他们感激你 然后再度化他们 这个叫例行 然后什么叫布施 因为你布施给他 讲佛法给他听 他来皈依 这个就是布施 什么叫做爱语 去关切一个人 用柔和的声音 像有人来到雷藏寺 你就不能让他有一个漏网之鱼 你来到雷藏寺 我们要关门了 不准进来 我们要关门了 出去 人家来一次就不来了 这是堵众生不是度众生 我告诉你 剩下一分钟你也要开门让他进来 然后还要介绍 要细心的跟他讲 我们在这里星期六 我们在这里星期六 每天星期六 每天星期六 你要讲得很清楚 你要让人家喜欢来 来到这里看到你那么亲切 来来来 先喝一杯茶 你们有没有哄茶给人家 先喝一杯茶 我跟你喝茶 这是最好的洞顶乌龙茶 是哪里来的 就是铁观音 今天你来了 我们喝一杯 他想到茶就来你这里 这个是利他 不失利他 柔语 爱语 爱语就是让他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